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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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你在这里干什么? 哦! 我们在这里为4-6年班的 玄普箱 准备着一些物资 好啦啦! 为什么有玄普? 其实是学校近年职的推动玄普教育 希望 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 给同学参加 提升大家的玄普意识 而这个邦仔玄普活动 就是希望给学生透过 动手数 亲身体验绿色生活 一是小农夫的滋味 同时也可提升邦的 乖叔等 看起来都滴有趣 那每班玄普都有些什么? 等我们逐样为大家介绍啦 这些是肥料和营养液 可以为植物提供充足的养分 而奶橙就可以 放种子之前 用来放松奶肚 接着就是最重要的主角啦 每班都有不同月饭 即下种植的种子 例如五月饭 大家就可以种植 营菜 最后就是这个 林植物的壶 每班都要定期淋水 清楚了 那谁负责用那些工具 去种植和淋水 为了方便管理 每班应该选出两位陆法长 并由陆法长照顾自己班的圆袍 如果班上的同学都想一起参加 那就要麻烦 班主任帮忙安排 由陆法长的带领下 一起打列自己的圆袍 哇!听完呢 真的很想快点开始这个活动啊 是啊!到时有收成 就可以进行收割 之后派给班上的同学 还有啊!因为这个是自己班的圆袍 大家可以试下自行切鸡 例如切一张班上的 但是记得啊! 切些什么都好 都要过家 不是下雨的时候 就会弄湿了 好了!都说了这么多了 我们都快点帮忙 一起整理这些物质先啦 希望大家听完 不要大致这么详细讲解 大家也会认识多些这个计划的目的 以及如何去参与 是的!这几天我们都开始 会找一些陆法长出来 进行长进的讲解 每一班都开始这个圆袍活动 为了每一班可以令种植商 种得更加好 我们每一班都会准备 一个种植小提示 放在每一班里 让大家可以参考 是的! 那最后都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地享受 这个种植的圆草活动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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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